在手機上滑一滑 要不要和照片裡的人約會 看一眼 按個鍵就能決定 用手機約會App 尋找愛情 已經成為新趨勢 你會用Apps來約會嗎 我會用Hinge Tinder OK Cupid 我已經在Cupid上幾年了 隨著智慧型手機普及化 透過朋友介紹或線上約會等 尋找對象的方式也跟著改變 在網上和外面的分別 當我在手機背後 通常是在一個定位的位置 但我們在手機上 在我們每個地方都跟著走 不但要能夠帶著走 還要能精準篩選對象 經過性別 年齡 地點等系統過濾 希望能和真愛拉近距離 你愛不一定會改變 但我們找到它 已經改變了 但這種約會新趨勢 卻不是人人都喜歡 不少人還是希望 能在現實生活中 遇到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你不覺得像在酒店裡 因為你覺得像在電腦上有50碼 然後你去外出 隨著夕陽情人節 腳步越來越近 紐約時報廣場上 出現一個巨大新型裝置藝術 心形成為愛 熱情奔放的鼓聲 就像心跳般帶動整個城市 這個名叫心跳的裝置藝術 由四顆鼓 木琴和管風琴所組成 裡面還有特殊裝置 能製造出心跳聲和燈光效果 可愛的外觀吸引眾人目光 也讓整個城市充滿濃濃的情人節氣息 記者喜愛宣報道